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小 今天來玩五種庫跑任你選 齁 出生做的就給我準備了九項作弊道具 我想我的可是死力派的呀 這些道具我才不要呢 先來看看有拿集中庫跑 撒之 小萌星 新手 高手和大神 犯要一口一口吃 庫跑當然也要一步一步走啦 那就先從撒之開始吧 這趴樓滴的也太簡單了吧 一點難度都沒有 輕鬆抵達 欸 原來還有獎勵的呀 讓我看看 什麼啊 都是八眉的食物 傻子都不一定要呢 第二關是小萌星 還不是坐樓梯嗎 和菜鳥有什麼區別啊 哦吼 這個平面原來是有坑坑蛙蛙的啊 但是問題不大 我只要S新手 照樣可以輕鬆拿到獎勵哈 哇 這個我喜歡 拿上拿上真香 第三關 新手跟一跟的也拿不到我啦 看準腳下方塊 然後不斷的跳就行了 耶耶耶耶 只有一個方塊都可以要小心了 Yes 安全抵達 看看寶箱給我獎勵了啥 哇塞 但12個裝石塊和一堆吃的 當新手可真好啊 可惜實力不允許我一直停留在新手 專業我就來到了高手 雖然高手是隔兩格 但我還是輕鬆上來了 呦 這高手的難度可真的來了呀 還好我有對付窗戶的訣竅 剪剪當當過來了 被彈簧彈上去的就跟不在畫像啦 還有啊 得 卡上彈簧打開開關 咻 空中飛翔的感覺真好啊 啊 還有挑水環節啊 可是現在是冬天耶 會很冷吧 當然是為了獎勵我也只能認真了 哈哈哈哈 還有星星 不錯不錯 都拿上都拿上 一路奔波終於來到大神 大神關卡二章 大神關卡也拿不到我小某的啦 一下 兩下 三下 剪剪搭搭搭啦 啊 怎麼變成燦燈飄了呀 我可不能幫頭費啊 讓我試試 失敗一次 失敗兩次 失敗三次 哼 做著看人 這關根本過不去耶 小爸爸你知道這關要怎麼過的嗎 可以叫叫小小嗎 姐姐姐姐姐 你手上不是有鑽石塊吧 誒 對吼 哭寶地圖又買不了東西 咳咳 那我就拿幾個出來用一用吧 這下就可以越過三段跳啦 哈哈 二段跳對我小某人來說就不是問題啦 低著頭不斷的跳就可以輕鬆抵達終點了 你的關注是我更新視頻的最大動力唷 點個關注再走唄 掰掰